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在日常里经营爱的关系 台湾艺人陆佳怡 近年来时常在脸书社群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其中她经营十多年的爱情 婚姻方式非常的务实 陆佳怡提到关系 是我们一辈子都要经营的事 也是一辈子不断学习的功课 都需要认真专心地去看待 许多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本幕 但陆佳怡认为婚姻绝对不是爱情的本幕 反而为了自己更好的人生 我们应该要花更多心思来经营感情 陆佳怡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都有她最好的安排 但这并不是说要消极地来看待关系 反倒要有意识地来经营关系 譬如在夫妻关心中 两人都要愿意说出心里话 也要适时去提醒对方 自己现在的需要是什么 陆佳怡说 他和先生不会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讨论 反而会在日常的聊天里 真正地彼此了解沟通 他们也会在闲暇聊天时时常提问 如果是我会怎么做 如果是你又会怎么反应 因为他认为夫妻就像一面镜子 所以不要害怕改变 在关系中 他也时常鼓励先生 记得要多跟妈妈撒娇 跟家人讲话要温柔 他们也会彼此提醒 因为陆佳怡说 一个有爱的家 要有爱的经营 而这些经营 都在日常的小细节里累积 亲爱的朋友 一个有爱的家 要有爱的经营 而经营 都尝试在日常生活的小细节里 故事中的陆佳怡分享 如果想要有好的夫妻关系 都需要努力经营 彼此沟通 勇敢表达感受 才能缔造美好的婚姻关系 所以就有人曾经分享过 所谓的成就 在到达高峰之后 就会开始走下坡 掌声及财富 都是来来去去 友谊也可能突然会有变卦 但是只有上帝设立的家庭 从人一出生到离世 都不会改变的一种关系 就是我们和家人的关系 这是永远存在的 因此 好的家人关系 是彼此一辈子的祝福跟滋养 坏的家人关系 是一辈子的遗憾跟怨恨 所以我们有一百个理由 坚持跟重视 家庭那个不可取代的价值 亲爱的朋友 上帝热意赐福我们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圣经上也提到 一幅幸福美好的家庭图画 就是 你的妻子在你的内饰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看啊 敬畏上帝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也许 你觉得你现在的婚姻 家庭需要面对许多问题 可能是性格上的问题 过去经历的问题 但在上帝那里 永远都有解答 今天 愿上帝赐福在你的家庭 使你在和家人的关系 经营上有智慧 上帝的爱 要充满你和家人 让你们能够透过 每一天的日常 经营很久美好爱的关系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爱是永不止息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